歡迎收看全球趨勢新聞 我是徐星陽 特斯拉直線長伊隆馬斯克 上週才在推特辦網路投票 問大家他應不應該賣掉股票 當時近六成都贊成他賣股 很快的馬斯克就實現承諾 售出了價值11億美元的特斯拉股票 而他用這些股票變現做什麼呢 輿論是要幫自己繳稅 特斯拉執行長伊隆馬斯克8號 顯示任股選擇權 以每股6.24元 認購215萬股特斯拉股份 再轉賣其中的93.4萬股 變現11億美元 大約新台幣306億元 這是繼馬斯克在2016年後 首次脫手特斯拉股票 根據了解美國參議院 民主黨提出針對億萬富翁的未實現收益 將克取23.8%的億萬富翁稅 馬斯克7號在推特發文 說有些措施把未實現收益 視為避稅工具 我提議賣掉我手上10%的特斯拉股票 還發起網路投票 詢問推特粉絲是否贊成 說不管投票如何 他都會按照粉絲意見去執行 結果投票截止 一共將近352萬推特用戶投票 其中57.9%支持他出售股票 而馬斯克 說賣就賣 我認為有些不同的意見 我認為Jeff和我都認為 這是一個未來的重要 是一個空派的移民 最後會在星星之中 我認為這是一個興奮的 未來的未來 我認為有些人在這個室內想 我認為當我說是 複雜星的類型 那是我們真的想要成為 不像是一隻雜星的類型 而是移動的 馬斯克出手股票是為了滿足提報人 與行使股票選擇權有關的扣角稅務 根據彭博億萬富翁指數 50歲的馬斯克是全球最富有的人 擁有將近3000億美元資產 持有的特斯拉普通股價值就占其中60% 現在馬斯克仍是特斯拉最大股東 持有股份超過1.7億股 印度聖河 恒河最近竟然冒出了大片雪白泡泡 根據了解恒河之流亞木納河附近的河面 最近突然被一層白色泡泡覆蓋 發出刺鼻味道 原來這是家庭污水和工業污染造成的 沿河1376公里多被污染 但印度較著節日到了 民眾還是不會污染 下河祈禱 帶您來看 在印度的克哈特普加節 是印度教徒向太陽神祈禱 感念賜予世界生命的節日 所以才會有民眾涉水或在河中沐浴祷禱 不過這白色的泡泡不僅刺鼻 還含有高濃度的鞍和磷酸鹽 會傷害人體皮膚和呼吸道 根據環保團體表示 亞木納河在德里附近的河段 早已是一條生態上的死河 多人來沒有魚或鳥類生存 目前印度政府已派遣15艘船來清除泡泡 希望把傷害降到最低 大約1000名主要是中美洲難民10日沿著墨西哥南部的一條高速公路步行 希望能夠抵達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 路途中許多難民只能在街道上睡覺和休息 當中許多人已經筋疲力盡 選擇向墨西哥移民當局自首 讓我們去送給我們 我們要去送給我們 我們要去送給美西哥 我們不知道要去哪裡 因為我們要去送給孩子 我們要去送給孩子 來自中美洲各地的難民已經徒步走了19天 他們希望很快能夠抵達墨西哥城 當中大部分人寧願繼續步行 也不願被送回原籍國 然而長期暴露在惡劣的衛生條件下 有些人生病了需要就醫 墨西哥移民研究所10日表示 迄今為止他們已向墨西哥的移民和難民 發放了800份人道主義或臨時居民簽證 在美國2020年的大規模示威運動 黑人的命也失明期間 威斯康星州的基諾沙市 在8月25號爆發一場暴力衝突 一名18歲的白人瑞登豪斯 用半自動步槍對著示威民眾開火 造成兩人死亡一人受傷 瑞登豪斯當場立刻被捕 並被檢方以蓄意殺人起訴 而在今年11月1號 這場槍擊案正式開始生理 我現在是來自動彈的 從而來自動彈出 從而來自動彈出 然後我走開 從前面 從來自動彈出 会议这事件当下 忍不住开始哽咽 11月10号 18岁的瑞登豪斯 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 基诺沙士的法庭上 接受质询 去年8月 他用半自动步枪 造成两死一伤的枪击事件 不过他强调 自己的行为是正当防卫 枪击事件发生在2020年8月25号晚间 当时基诺沙士正因为弗洛伊德 遭警方押紧致死的事件 爆发大规模示威运动 而当时17岁的瑞登豪斯 以保护财产 跟社区安全为由 从家乡伊利诺伊州 来到吉诺沙 结果抵达后 瑞登豪斯遭人追赶 在不慎摔倒后 朝着人群开枪 目前辩护律师坚持 瑞登豪斯的行动是自我防卫 不过检方则认为 他是蓄意杀人 并质疑瑞登豪斯的右派 保守派立场 跟他的行为有关联 Given the way Wisconsin law is written many legal experts are saying that Rittenhouse has quite a strong self-defense claim and most agree that prosecutors have the bigger challenge here again it's not a question of whether what he did was right or wrong but whether strictly under the letter of the law he fits into that self-defense qualification essentially sets up two questions for jurors to answer and one of them is they have to decide if Rittenhouse truly felt that his life was in danger at that point not that he may have gotten it wrong in hindsight that's not the first question it's did he actually fear for his life at that moment that he pulled the trigger 另外在10号 瑞登豪斯的辯護律师 以检方过度干预 咨询的问题不当为理由 要求法官 宣判这次的审判无效 不过目前法官还未做决定 而审判预计 将会在未来几天中 继续进行 一名前南加州大学 高级副体育总监 承认他在欺诈 和贿赂案件中 扮演的角色 在这起案件中 副役家长让自己的孩子 假冒提保生 进入美国的一些顶尖大学 海涅尔与联邦检察官 达成认罪协议 同意接受最高46个月的监禁 检察官在法庭文件中写道 海涅尔被指控 与组织者威廉辛格合作 从2014年开始的四年时间里 让申请者 假冒拥有体育特长的学生 进入南加州大学 根据了解海涅尔向招生委员会 介绍申请人 以换取薪格 总计超过130万美元的付款 值得注意的是 此案件中已经有将近30位家长认罪 其中包括演员费里希蒂 霍夫曼和洛丽拉夫林 到目前为止 家长们受到的惩罚 从缓刑到9个月的监禁不等 历史上今天带您回到1922年11月11日 这天是黑色幽默文学作家 代表之一 寇特·冯内果的生日 出生在美国印第安纳州 冯内果曾经在康乃尔 芝加哥大学就读化学跟人类学 他的同学还包含诺贝尔文学讲得主 索尔·贝罗 冯内果的写作灵感 很多都来自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亲身经历 当时只有23岁的冯内果被囚禁在德国战斧营 后来所在的据点城市 遭到英美联军轰炸成废墟 而冯内果是当时仅存的7名美军成员之一 他的知名作品包含第五号屠宰场 猫的摇篮 到了2007年 冯内果在家 不慎摔倒 受伤去世 谢谢您的收看 不要忘记订阅和分享全球趋势新闻 并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